男士的胸部 有没有留意到这位男士的胸部 线条是否很漂亮 有些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 胸肌不太发达,就发达在雨线上 专家说要注意一下 所谓男士的雨大症 男士的雨线组织 在雨云或雨头下面 就发达生长 就造成好像有一个雨防 男人没有雨防 但有雨线组织 他不承认有些雨头 雨云下面的雨线组织 他脏大了 严格来说就不是雨防 男人真的脏了 都挺尴尬的 上游泳堂 被童子笑 如果真的太多 或太夸张 可能都要做手术 帮他弄平 无端端雨线这么发达 医生说跟身体刺激素有关 正常男士来说 都会有做一些很微量的刺激素 只不过他身体 因为功能的机能下降 就没有发指 将它排斥 就变成刺激了雨线组织生长 他说不少患者年纪大有末期 肝病肾病 比较罕见 某一类的膏乳癌 可能不会分泌 痴激素的痴性荷乳癌 另外有些情况 是吃错药和懒药 某些药会有这些副作用 现在也很少 一些舊式的胃药 他说有些因为粗肌 懒食类孤唇也有雨大症的副作用 我理解是不应该吃这些药 他们很懂老素 他们同时会吃 Tamoxicin 就是我们乳癌病用的药 抗外耳蒙的药 我不知道在哪里拿回来 当然乳腺病变也会变乳癌 男士乳癌病 传统来说大概是女士乳癌病的1% 但如果不幸 男士如果有乳癌病 如果发生病 一定是很接近乳头的位置 一般乳头都保留不到 如果要做手术 最后你问男人又没有奶 好人好者要乳腺做什么 男人不是每个器官都有用 好像你的乳头 可能都是要来点绝 爆上爆片 爆得越多 什么爆 记住爆上爆片三母 全年无忧爆上爆片热线 6383 6568 全民齐爆料